相信很多网友最近都跟小编一样 在追香蜜沉沉进入双色布剧 这部剧不管是演员搭配 服装 道具 后期特效等都算得上比较良心的一部剧了 不过小编在看剧的时候 也发现了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关于弹幕的内容 很多别家的粉丝 这里就不点名 说哪几家粉丝了 就在这部剧的弹幕里发 类似于如果是谁谁谁来演肯定更好 我觉得谁谁谁更适合某某角色 等这些让人很不舒服的话 发这些弹幕内容的粉丝 真的是非常给偶像招黑的 接下来小编就来盘点一下 粉丝几个容易给偶像招黑的行为 一捧一才一 这就是小编上面提到的 例如在别的演员拍摄的作品里 发弹幕或者在底下评论 说如果是谁谁谁来演就更好 或者谁谁谁更适合这部剧等类似的话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其实看剧的群体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源于演员的粉丝 捏在别人的盘法这些 让别人的粉丝怎么看 别人的粉丝不认识你 但是确认是你提到的那个明星 所以也就将你的这些不好的行为 加在了你提到的那个明星身上 而且汉剧除了粉丝 还有一部分就是路人网友 他们既然选择追这部剧 那对于演员肯定也大多表示认可的 你在这里发这些 不仅毫无意义 而且也容易让路人反感 二控评这些比较常见于微博里 例如一个官方博主 发了一条带了好几个明星的微博 其中就有一个人气比较高的明星 于是底下评论一顺流 下来全是关于这个明星的内容 这也是非常让旁人不喜欢的行为 粉丝这么做 也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偶像的喜爱 为了让自己的偶像看起来更加的受欢迎 就觉得好像关于这个明星的内容越多 它就越红一样 但是你们要想想 这条微博不是为你们偶像一个人发的呀 这是一条关于几个人的微博 你让其他几位明星的粉丝怎么看 所以小编建议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你们真的想展示自己喜欢的明星有多受欢迎 可以在这条微博的评论里选择一条比较好的评论 然后在这条评论的楼中楼里进行跟评几点赞 这样一来 关于这个明星的跟评几点赞最多 显示了他的热度 但是又不影响这条微博的整体观感 三 过分吹捧 过分安利偶像在自己的眼里肯定是最优秀 最完美的一个 但是每个人的心中标准都不一样 你没有办法让别人跟你一样的想法 但是有的粉丝为了让大家都喜欢自己的偶像 就喜欢到处安利自己的偶像 但你要知道即使你的安利文案再怎么好 你的这一行为就已经提前让别人反感了 还有的时候一个明星发了条关于某明星的微博 借着某明星的粉丝就疯狂的在这条微博底下安利自己的偶像的种种 这种行为虽然明面上 看着好像这个明星很受欢迎 但是你们考虑过发这条微博的明星跟其他网友的心情没有 这种行为就是在打扰别人 好了 小编认为的几个容易给偶像招黑的行为 已经盘点完毕了 那些太明面上的招黑行为 小编就不盘点了 上面的几条都是小编认为很普遍 但是其实也很招黑的行为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讲的呢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想说 那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 有请不吝点赞看订阅